HELLO 大家好,我是Heidi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IG story 或者是之前的影片的Description box 應該都知道我是弄爛了一部相機的 在台灣,我是弄爛了它 完全是開不了那種 所以回到香港,我就馬上把它拿回去Canel那裡弄 我一拿回相機,就馬上拍片 要跟大家在10月1個星期分享我的9月最愛 很開心,我沒有脫掉這個月 我真的很擔心,我是拿不回相機拍不切剪不切這段影片 所以很感恩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我9月有什麼喜歡用的話 就要繼續看下去 這個月我比較多的是美妝產品 還有有些是在台灣買回來的 還有有些是有紀念價值的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很神秘呢? 對,那由美妝品開始 第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Hourglass的碎粉 沒錯,我又買了迷尼板 當然是買迷尼板,試試好不好用 我絕對絕對是會買它的貨妝的 你看到我沾了一些粉,然後一搓 它是完全沒有粉感的,你會看到光澤感 它這個透明的碎粉是完全做到它透明這件事 因為很多碎粉它說是透明的,但你上到臉上會白了一層 又或者它會令到你原本的粉底變了暗一層也好 黃一層也好,粉一層也好,灰一層也好 它總之會令到你的粉底變質 而這個絕對不會 它摸下去的滑是好像絲的滑 它是一點粉的感覺都沒有 這個都算是我暫時最喜歡的碎粉 而第二樣想跟大家說就是Visee的這個眼影盤 我是在SASA買168元左右 也是在IG post給大家看 其實我之前也沒有特別喜歡這個眼影 我是在SIGMA的眼影一直沉淪了很久 直到最近入秋了 天氣開始涼,不想用太鮮艷的眼影的時候 然後拿開這個有一點帶有沽通的顏色 就突然覺得很適合天氣這個季節 我想今年秋冬都會很流行這些霉紅色 因為我看到不同的化妝品品牌子 都是開始出這個色系的眼影 所以其實買了這一盤的話 應該都可以玩一會了 你看到其實都是輕輕一掃 就很出色 然後光澤感是很美 而這個顏色在秋冬來說 做打底是很適合的 因為它是比較偏冷色系 它就會令到你的顏色 就更加比較滋性一點 不會好像夏天一樣鮮艷 而這個紅色的話 它的顏色紅得來 是比較沉重一點的 所以跟現在這個天氣 也是非常適合的 不會說很繽紛 或者是跟冬天的衣服是不合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眼影盤 現在入手就真的剛剛好 之後就想說這支唇膏 是不是又是很可愛的迷你妝呢 它是Fenty Beauty的 其實它會是一套兩支小的買 然後裡面其中有一隻的顏色 顏色我遲些打在下面 因為太小了 我看不到 我就開始老化了 這支顏色是我之前幾條影片塗了上嘴 或者我在IG都會有人問起的 超級漂亮 它的顏色非常漂亮 是不是 這個梅紅色是超漂亮的 它絕對不會顯黃 而且是很順滑的唇膏 就算你要混合開它 都很容易混合得到 你會看到 不過另外一隻顏色 就比較不太實用了 它是一個比較深的紫紅色 其實它的顏色也是很漂亮的 只不過它做不到你的每天的唇膏 但有時候你去一些場合 妝需要比較鮮一點的時候 這個紫紅色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重點是這兩支唇膏加起來 才是155元 它是一個套裝 我是在Sephora Hong Kong買的 如果這支影片說得切出的話 10月7日之前 是可以在他們那裡有折扣的 不是關我事的 折扣是他們自己的網上 我是Member 所以知道 大家絕對可以入手的 就算沒有折扣也好 155元這一支 絕對是不會後悔的 之後想跟大家說 也是一個唇部產品 我在台灣買的 就是Maybelline的這一款唇膏 它是Massen的 我現在的唇膏在塗的是這個顏色 它是12號色 它是一個非常粉嫩的奶油粉紅色 所以它塗上唇膏的時候 不會過分死實的顏色 而且效果我自己覺得 是很奶油的感覺 但是它又沒有去到 好像專櫃那種 有種絲絨感 我覺得它塗上唇膏之後 會有一種很滑 很奶油的感覺 但是未至於絲絨的程度 這個我自己在香港 是找到同一個包裝 但是找不到十幾號色的 在萬寧我只看到有零幾號色 但是有觀眾也跟我說 其實香港Watson市都可以買的 所以我特意在這條片裡說 希望大家都會找到 它無論是12號色 或者另一隻14號色 我自己都很喜歡 14號色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粉嫩 它會比較再沉一點 但是會比較自然一點 有點像你自己原本的唇色的感覺 而這個就會很適合你化妝 然後塗上去 比較粉嫩一點的效果 說起在台灣買的東西 我這次就有個很大的發現 我想可能這東西都不算是很新的 但是如果你們還是在台灣買紅寶寶的話 我覺得下一次你去台灣 就可以不需要再買這個 這款就叫做小瘡欄 這款包裝是一個放在衣櫃裡 令到衣服很香的香包 一盒有三個才是49台幣 然後還有其他不同的東西 包括我現在後面用的礦香 還有這支可以噴在房間裡 或者噴在衣服裡的香精 它這個的味道和包裝 完全是跟Jo Malone的English Pia 是一模一樣的味道 就是說你用一個佛心良心價 就可以買到一個超高價格的香味回來 就算我自己經常是在英國買回來 我也覺得它是貴的 就是那種你會省著噴的那種貴 但是當你變成了這個價格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可以大手特手噴 然後我今個月就有這部機器 這部機器是我男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所以就算它是一樣沒用的東西 都會成為我的9月最愛 當然它不是一個沒用的東西 我也不相信它是一些很新的產品 因為我男朋友也不是一個非常upday的人 它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個這麼方便、這麼輕、這麼薄 就可以帶出街上用藍牙 立刻印照的一部機器 它是Order的出品 我今天就想馬上示範一下 用這部機器去印照 告訴大家其實它是有多方便和很快的 首先就是打開了一部機器 按著按鈕 然後電話也要先打開藍牙 那你就可以連接了它們 然後Order就會有一個APP給你 按了進去之後就可以選照片 那我調校大小 我自己喜歡留一些白邊 那我就可以打印這個按鈕 然後這部機器就會打印這張照片出來的了 其實你會看到十幾二十秒就已經印出這張照片 你覺得這顏色怪怪的呢? 是因為我本身有濾鏡 我忘記調校原本的顏色 那所以這張照片的顏色是有少少 contrast太大的 這個是濾鏡的問題 而不是這部機器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非常方便 如果你跟朋友出去去旅行的話 或者你平日出街那一天 是會跟很多朋友Gathering要拍照的話 其實你戴這部東西一點都不重的 它是很輕的 只要你充電的話 所以你出去就可以印出很多照片 即時印出給朋友 是很方便的一件事 很感謝男朋友送這個給我做生日禮物 然後呢 我這個月好像有很多最愛的 就是想說一下這個 其實我覺得它不算非常精美 之前我是用一個陶瓷的貓貓手飾架 那一個因為是陶瓷的關係 我是打爛了的 之後我就上淘寶那裡找到這個 其實你不覺得它是很精美 因為它是一個膠 但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只需要九個九人仔 那它有很多個這些樹葉 就可以勾耳環或者勾頸鏈 然後這個天內這個位置 又可以勾到手壓 或者我平日會勾戒指的 那當然啦 這裡這麼大的範圍 你喜歡放什麼都可以 最重要是它打開裡面之後 是有很多不同的間隔 可以放到非常之多的食物 所以只要你把常用的飾物放進去的話 就已經很方便了 它放在這裡其實不會說它很噁心 純粹它不是一種很高級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以九個九這個價錢 我是絕對可以接受到它這個質素 是絕對是值得這個價錢 性價比是很高的 然後最後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剛才男朋友送了一份生日禮物給我 其實我跟她的生日是非常接近的 接下來這段影片的前後一兩天 就會是她的生日 那我會送什麼禮物給她呢 通常她都無辱無求的 我男朋友她沒有特別有什麼想要的 所以很多時候很多年來 我都是送一些DIY 或者是自己做的東西給她的 已經送到 如果你們有興趣看這個系列的話 我可以找一個在她家裡拍 因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她家裡的 而今年我在淘寶那裡 就做了一本小書給她了 這本書呢 它的質感是很棒的 它真的是硬皮來的 你看到會有厚度 然後我打算騙她 說我找出版寫出 最少要出200本可以在商務裡找到 我打算帶她去一間商務那裡 說我買了一本書 然後塞在她的袋裡 不知道她會不會中計呢 說回這本書 它有這些照片是自己選的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自己做的一些排版 完完全全是可以自己設計自己控制 自己打一些字上去 所以現在的質感是非常好 它的紙是一些畫面的紙 絕對不是一張A4紙那麼簡單 之後我已經很興趣了 我只做了26頁就算了 它是可以最厲害做到77頁 真的搞不定 77頁會瘋的 所以我覺得做這26頁已經做了我大約幾個小時 都還好 這份禮物她應該會覺得蠻喜歡的 因為她也喜歡我做這些無聊的東西 所以我會很推薦大家 如果有些什麼情人節 聖誕節 週年忌廉日 生日的話 這本書只需要二十多元而已 所以真的很划算 而且又不需要買很多材料去做 平日大家拍的照片 之後加一些文字 一些想跟她說的東西 就可以做成一本書 而且是硬皮 對方一定會覺得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但整件事又不需要浪費太多錢 也只是需要時間就可以做到的事 我覺得給對方一個驚喜 都是感情上維繫的小秘訣 這次九月最愛就來到這裡 因為真的講了很多 不過這個月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很喜歡吃的零食 所以跟大家分享 希望接下來十月會有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再度連了一下 全部這樣子 那麼可以 都很緊張 有節能 我們會到處嗎 到處於